陈家中搭起了简易灵堂 让思念成霸的人 能来这里见他最后一面 大人们还能勉强忍住泪水 但孩子们却很难接受这样的离别 孩子当然会有一些情绪 那其实我们也都有跟老师们说 老师们也都有在关心孩子们的情绪 回忆过往 曾经开过酒店 混过帮派的成霸 为了家人精盆吸收 回到了故乡台东 他看见了许多弱势孩童 以及迷途的青少年 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因此他投入金钱 时间 办学 陪伴这些孩子们 努力翻转社会底层 因为爱我这两个孩子 所以开始照顾其他的孩子 所有的孩子会觉得 你是他第二个爸爸 那种感觉会让你停不下来 他带着大家一起打造书屋 这里就像是孩子们温暖的家 不仅是学业辅导 他每年定期举办环岛活动 也带着孩子学习乐器 找到成就感 未来他们要遇到的可能还有很多的挑战 2017年成霸还印厂商的邀约 拍了广告替书屋募款 然而成霸却在4号 因为心肌梗塞突然离世 让曾经接受过帮助的孩子们痛心不已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感谢成霸 就像是个麦田不寿 守护孩子 虽然成霸的离开令人不舍 但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延续下去 让这间孩子的书屋能够继续点灯 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